忍者大学生报告交白卷尽得满分 日本的一位学生报告交白卷竟然得到了满分 教授是疯了吗 哦 原来这份报告并不是一般的白卷 而是用特制的隐形墨水写成的 根据BBC的报道 19岁的宇贺英美在日本的三重大学 选修忍者历史课 课堂中教授带学生们参观伊贺流忍者博物馆后 要求同学们写心得报告 并表示会根据创意来评分 而宇贺英美同学决定采用 古代忍者的烤墨纸技术来撰写报告 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清泡 磨碎大豆来制造隐形墨水 然后再用极细的毛笔 在轻薄的盒纸上写了报告 刺激在墨水干涸后就消失了 而宇贺同学向BBC表示 他是小时候在书法上读到这种技法的 宇贺从小就爱看 忍者乱太郎的动画 对于忍者 特务 还有古代刺客等故事都特别有兴趣 而为了怕白卷被教授丢掉 他还附上了一张普通墨水写的纸条 上面写着请加热纸张 授客的山田雄司教授向BBC表示 他刚开始收到这份报告时还很怀疑 直到拿到火炉上加热时 发现隐形墨水的字迹一一清楚显现 对于这样的想法 山田教授非常赞赔这个点子 他说他以前曾收过用代码写成的报告 但从未收过用烤墨纸写成的报告 而山田教授当下就决定给了宇贺同学满分 虽然他刻意不将整张纸都完全加热 这是因为他知道媒体会想要拍摄 这份神奇的烤墨纸 宇贺同学表示自己的报告内容 并没有那么特别 但感谢山田教授欣赏他的创意和心力